今,日,正式入福,三福天,初福,2018年7月17日,7月26日,10天,中福,2018年7月27日,8月15日,20天,末福,2018年8月16日,8月25日,10天,一旦入福,就迎来了最容易生病的40天,福,是必数之一,三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, 所以,福仙到底什么最可怕呢?术写,入福后,高温,高热,高湿的桑拿天将频繁出现,各类健康问题接踵而至,大家很容易出现疲劳,消化功能减退,免疫力降的等情况,中医认为,夏天气温接近人体温度,人体散热方式以汗蒸发为主,所以用热来除热才是比较好的养生方法。 热养生需记住,要少吃生冷,冰冻的食物,怕热的话,喝长温的凉白胎,如果能坚持一个三福天不碰冰饮,血高,即使不专门冻冰夏至,体内的顽固寒气也能自己好大吧? 多喝热茶,热咖啡的热饮,有利于排汗,尽量不要食用未经加热的生鱼片,生蚝等,大量蛋白质不易消化。 如果想吃,不妨佐利江汁等漂亮,中和海鲜的寒凉,且饮煮透再吃,对付鼠湿,按足三里学。 睡前,用四十度温水泡脚,又助力运化水时,多吃健庇化湿的食物,如红豆,绿豆,可叶煮粥,获香,佩兰,苍煮泡茶,生姜切片煮水,都有学师之效。 想要彻底排汗,试试这三招,浮温,刮沙,三豆汤。 三浮是一年最炎热的日子,也是太阳最有力量的时候,此时人体内凉气达到高峰,体表毛孔大开,凑理开泻,身体内的寒气最容易被赶出来,但若试着了凉,也很容易被汗血入轻体内,因此三浮排汗,防汗要比防重数重要很多。 这段时间,做一些轻缓的运动,让身体冒冒汗,准备一小罐子浮浆,挂上沙,喝点三豆汤,借助古人的智慧,顺应时间赶走体内的寒气吧。 食材,嫩姜150克白醋,质量紫素50克,甜杏仁20克花香末一勺酱油两勺,做吧,一嫩姜切成薄片,烧一锅开水,嫩姜过一下水,10秒钟左右,防止腌制过程中变质。 二嫩姜捞出控水,放入碗中,醋保持在淹没浆的程度,腌制二到三个小时,可以提前一天腌制一晚上。 三代烧,一锅开水,将紫素液过一遍水后,沥出口切细碎,杏仁压碎备用。 四将腌制好的嫩姜取出绿干,玉花浇抹,紫素碎,杏仁,酱油一起搅拌均匀即可食用,多余的部分可以晒干后放入碗子中保存。 刮纱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身体疏通经络,经络疏通之后,阳气自然能够顺利通行,排行也变得更加顺畅。 推荐沿着从背部独脉和足太阳膀胱晶,背鱼血,这样一条寻形路线刮纱,能够正在阴伸之氧气,独脉在背部正中间,而膀胱晶有两条,分别在距离独脉两根手指,以及四根手指的地方。 怎样刮纱,一再需要刮纱的部位涂上刮纱油,除了专用的刮纱油之外,也可以用植物油或者药油取代,帮助疏通经络之外,还有滋润皮肤的作用。 而刮纱是用力要轻柔,不急不慢,遇到血位的地方可以重点刮,时间大约在15分钟左右。 三刮纱纱之后,不要立刻吹空调,风扇,以免含血入体,可以饮用一些温开水或者浮浆,帮助身体排汗排汗。 三浮神方三豆糖,三豆糖中绿豆,至小豆能起到清热解暑,利湿的功效,黑豆则可以健庇补肾,绿豆和至小豆都是寒凉之物,黑豆的加入对它们的寒凉性有一定的抵消。 三豆糖的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暑,见鸡律师,最重要的一点是,三豆糖能取得出肺子之多种小儿病,有小孩的一定要记住三豆糖哟。 最后,福天三神花了解一下,苦瓜,丝瓜,冬瓜,苦瓜,治肺子,健皮开胃,一气剪法,一身利尿,丝瓜,平坛转,全身都可入药。 可谓是三福天理,清热泻火,粮食解毒的好帮手,冬瓜,曾食欲,清热化痰,出发止渴,浇火解毒,利尿消肿,由于不含脂肪血和糖尿较低,对糖尿病,洗脑血管疾病,高血压,等人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最后的最后,一定不能忘记补水,入浮后,人体在三个时间段容易缺水,这三个时段一定要多喝水呦。 今天正式入浮,鼠血盛行,防止含气入体,转起来,全身综合最爱大北京,少点盐,725号原系生活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